据媒体报道,朴友天与未婚妻于5月11日晚铁蜜约会,带他与朋友们聚餐 两人在街边不时搂抱,摸脸,感情甚浓 聚餐结束后,朴友天让未婚妻坐上了自己的老斯莱斯离开 朴友天还悉心叮嘱些什么,看起来感情十分甜蜜 据悉朴友天正在和某大企业创业主的孙女交往,并已订婚 将在朴友天9月退伍后举行婚礼